在雲端上面的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參考答案都會有註解 這個註解實際上 這個可以拿掉沒有關係 主要是讓你知道說這一行是什麼意思 你全部這個註解拿掉也不影響執行 OK 當然你有的話看起來程式會比較清楚 最後的話我們就是再加一個所謂的制定函數 就是在這邊使用者定義執行的話不是按按鈕 是插入函數的話會有個使用者定義 然後給一個資料 他會給我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 OK 把他執行打勾 向下填滿 OK這樣就完成 那怎麼做出這個呢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一樣到Visual Basic 第二個的話他這個插入什麼 這個地方的話是一個方選 所以我們把這個先delete掉 這個也許重來 做的方式 一 插入一個程序 不是用sub Function 而是用Function 如果你要做剛剛那個動作 那名稱的話叫刮鬍自串 叫函數 刮鬍就是一個函數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Function 執行的方式跟sub完全不一樣 sub是完全不會問就幫你做完了 但是Function 有點像他很喜歡問 做一個動作就問一下 你要給他對 他問你說 你要給我資料啊 資料在哪裡 所以我在這邊 可以 打一個刮鬍裡面的 就是跟 使用者要一個東西 他會 把資料 將來呢 他會選一個給你 比如選這一個 把這個選 放在哪裡 放在資料裡面 放在資料之後的話 一樣 你要去幫他找 找到之後 丟回來給他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幫他找 那一樣 這個跟剛剛的動作蠻像的 我們一樣給個A A等於什麼呢 VBA 我剛剛講過 VBA點 VBA點 可以有也可以不有 可打可不打 所以我在雲端上 沒有VBA點 那你說講說那為什麼要加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點下去 他會提示你可以用選的比較不會打錯 那去找什麼呢 找特別主要找 資料裡面的錢刮鬍 因為他給你資料嘛 你去資料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錢刮鬍 有沒有錢刮鬍 錢刮鬍給他 那如果找到他一樣會給個 報個位置 一樣 B B的話是找後刮鬍 再把它複製一下 這邊的話 找後刮鬍 那其實做法跟剛剛還蠻像的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這個地方是直接丟 到B欄裡面 可是 Function一定是丟給他自己本身 所以記得 丟的話 一定是丟給自己本身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其實做法跟後面一樣 VBA點 一樣是點下去 找那個Mid 切割函數 切割什麼東西呢 切割 我那個 資料 一樣是資料 資料裡面的 第一個 給資料了 第二個 給什麼呢 START 哪一個字開始 那一樣 A 加1 剛剛這個 寫錯了 應該是 改成B B是找後刮鬍 然後 豆點 把B 減掉 A 再減掉 E OK 這樣的話 他就幫我把結果丟到這個刮鬍字串裡面 不過一樣會有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判斷 跟剛剛這一樣 拿這個複製過來 也可以啦 然後這邊按個TAB 然後面的話加一個END IF 好 自定函數寫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 跟上面最大的差別是 SAP 是自己去抓 有沒有 這個方權是你要提供給他 那丟回去丟哪裡呢 他直接丟上 丟除人格 可是這邊是丟給自己本身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那完成我們就可以從這邊插入 執行的話記得喔 一定要是 從這邊插入一個 使用者定義 就會出現了 有方權才會出現喔 按確定 那我們給資料 按個確定 因為裡面清楚 好像名稱一樣 會一直出現 沒關係 暫時先不管他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結果又出來 不過你會發現有一個地方有問題 欸 這邊為什麼是零 沒有刮壺都零 所以喔 這邊可能會需要多做一件事情 你想說為什麼是零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方權 他的預設值就是等於零 所以呢你如果假設什麼都沒有變動他的話 那他 就會 出現的就是他預設值 那怎麼辦 兩個方法 一個是怎麼樣 就是在第一行的地方 乾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裡面的資料 預先怎麼樣 就先塞一個空字串給他 就是把零 變成空的 欸 這樣我們來試 這個 加這一行喔 加這一行就打勾看看 這個先 有沒有 就解決了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不希望出現零的話 那你可以預設 的情況下 先把零 把它改成空的 或者第二個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這樣 這邊加個 L 我雲端上是放這個方法 L是什麼呢 反之 如果他 不等於零的情況下 我去切割 那如果等於零做什麼 那其實你可以把這一行 放到這裡來 這樣也是OK的 兩個方法 好 但是 其實 當然比較簡單 應該是放第一行 比較簡單 為什麼多講這個 因為 主要是將來 你在處理程式的時候一定會可能會有 True 要處理 False 也要反制要處理 如果他對了 那我就做 如果他不對了 那我就是要把它轉換成空的自算 這樣 就完成了 這個今天的這個置頂函數部分 那雲端上也有一模一樣的這個結果 所以請各位也許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相對比較難一點點 尤其後面這兩段 那請各位務必回去要多多練習 因為 我們 其中考試 其實我是想要 考這些我講過的題目 但是我想應該會很慘 因為已經有同學馬上搖頭了 OK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再想想辦法好了 有沒有辦法可以 不然的話怕考驗你們其中考 但就很多人就不及格就麻煩了 OK好 那最後記得 存檔的時候 請記得 存檔你不要他會出現 4或4 請你按4還是4 特別之外請你按4 應該有講過 如果按4就完蛋你VBA全部不見了 4 然後記得瀏覽的時候另存新檔 存成什麼 起用聚集的活躍部 把它儲存起來 OK 那另外的話雲端絞交 雲端絞交的時候 記得你記得這個 這個齒輪的地方 你不要 忘記這個一定要不能打勾 如果你打勾傳上去的話 那VBA也會不見了 所以有兩個地方要注意 起用聚集活躍部跟這個一定都不能打勾 如果你打勾的話 像之前有同學 你們檢查一下 如果他打勾的話 他把 記得交是交 XLSM 這個 有聚集的是這個 有同學怎麼樣 他忘記怎麼樣 忘記把那個 把他 這個 就是 關掉 然後傳上來的話 你會發現我剛剛是打勾狀態 他丟上來東西 就沒有 不是以 是變成這樣子 你打開之後 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VBA 如果我把它下載下來 VBA也都不見了 所以記得這個齒輪的地方 記得 一定要把它 是 關閉狀態 OK 關閉狀態 畫面 還給我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主要就是把 這個151 擷取瓜糊 中 自串的這個範例 把它做三階段 今天作業的話呢 我有 在Poto上面開了 那請各位就是把 函數聚集跟VBA完成